上次看到Yoko來敲阿薩家的門 Yugo叫他不要開 因為他變成惡魔了 可能會想要吃掉阿薩 但阿薩還是把門給打開了 來到這話 咿咿咿 管了Yugo還是有吃人的衝動 不過不看阿薩就沒事了 他把身體轉過去 Yugo是來道別的 他有個遠親是惡魔獵人 對方說不定我可以讓他不用當惡魔的方法 如果我被當成惡魔殺掉 那也沒辦法 阿薩跟他道歉 因為他的關係在Yugo跟真意惡魔契約 Yugo說不是 他以為變成惡魔 結果以上次電視劇人那樣受歡迎 整件事情都跟阿薩沒有關係 這邊有幾個重要的訊息 首先原來跟惡魔契約是可以變成惡魔的 這可能就是從談的條件來看 這邊Yugo不只是能用惡魔的力量 整個人還直接變成惡魔了 而且從他所有來看沒有辦法變為原樣 前面他講的不知道是不是一個福利 就是他說要去找親戚幫他 難道這種可以讓契約惡魔化人變為普通人的方法嗎 還有他這個親戚之後會不會登場 因為根據之後的劇情發展 搞不好那個人會調查到阿薩這邊 還有原來Yugo之前說要跟電巨人一樣 跟真意惡魔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他自己想要的 最後還以為是真意惡魔想要跟電巨人一樣 才跑去跟人契約 Yugo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他沒有朋友 幫助阿薩他以為這樣兩人就會成為朋友 結果他還把鄰居、學校的人都殺了 看來這些殺人行為也都跟真意惡魔沒有關係 這些都是Yugo自己想殺的 真意惡魔只是提供力量給他而已 因為他跟真意惡魔契約的關係 可以聽到別人的想法 搞他今天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了 阿薩是他第一個朋友 他一來自己跟阿薩倒別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想法了 他要離開了 這裡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他請阿薩絕對不要跟真意惡魔契約 因為那傢伙就在學校裡面 難怪對方可以接電契約班長還有Yugo 原來真意惡魔本人就在學校裡 那嫌疑比較大的就是之前出現的姊姊 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看到Yugo對那個人的看法 基本上只要聽Yugo說就一定能知道 不過從兩人好像認識來看 那就應該不是真意惡魔 否則之前知道Yugo契約的是真意惡魔時 他早就講了 姊姊應該是其他的惡魔 現在想想這種學校好像越來越熱鬧了 這些惡魔難道都是為了電巨人來的嗎 不過Yugo並不知道電巨人就在學校就是 他只能看到電巨人出現就表現得非常慌張 姊父就是電巨人怎麼可能會出現在這裡 這惡魔就算知道好像也沒跟他講 阿薩看到Yugo沒穿鞋就把鞋給了他 就跟Yugo當時給他鞋一樣 還講了跟之前一樣的理由 就只是為了要對方把鞋收下 Yugo都忘了他當時講過那麼丟臉的話了 想起當時的景象兩人哈哈大笑起來 明明有那麼多人死了 阿薩以上的班長跟老師 可是他們兩個卻是在這裡笑 Yugo最後跟阿薩說他一定會把鞋還他的 Yugo真的是立死鞋的大師 從初登場就立到現在 Yugo在大樓之間跳躍 突然被一群鳥嚇到 他說如果可以知道鳥在想什麼就好了 原來動物的想法無法知道 惡魔的就可以 之前他就有看穿過優魯的想法 再來特寫了幾個人的鏡頭 阿薩一點睡不著的樣子 Denji睡覺的旁邊仔細看 除了狗狗之外還有Nayuta的頭 此外還有就是霸凌女的特寫 特別帶到他狗男之後還會有氣氛 最後一個畫面就是一個儀式電具人影子的人 把Yugo的頭砍了下來 這個人要說是Denji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都有看到他還在睡覺 這個讓我想到之前舊貓死的Denji 講話口氣很不像是本人 這個人或者說是惡魔也絕對不是Pocita 我們都有看過Pocita的完全體 這邊有露出手的樣子 但完全不是Pocita的手 而且如果是完全型態的Pocita 他一定會把對方吃掉 從手上的開口來看 跟Denji一樣可以自由收放電具 然後注意到一點 這裡似乎跟前面的鳥有對應 Yugo頭被砍掉時有懷疑對方是電具人嗎? 也就是說他無法看穿對方的想法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說到這邊我就想到了Gitian帶著那個組織 Gitian要Denji不要暴露真實身份 會不會其實就是在調查這個假的電具人 因為Denji一直在到處變身的關係 搞得Gitian無法知道哪一個才是假的 他要Denji不要變身 這樣只要哪裡有電具人出現 那個人就一定是假的 這才是Gitian要Denji不要暴露真實身份的真正理由嗎? 這位老師不是有說過女電具人嗎? 不會這真的是一個伏务比吧